只要去加油站加过油肯定就知道燃油宝 因为它就摆放在加油机旁边 并且用很醒目的字体告知司机 燃油宝对车有着诸多的好处 用了燃油宝可以让车辆延年益寿等等优点 我们就来说一说燃油宝是不是有什么神奇 首先要明白燃油宝是个什么东西 燃油宝是燃油添加剂的一种通俗称呼 它一般来说可以弥补汽油存在一些缺陷 或者是赋予汽油一些新的特性 一般销售人员会向司机们宣传燃油宝 加了以后可以省油还能去除积碳 目前我国生产的汽油在送往加油站的时候 已经在里面添加了一定的改良汽油缺陷的添加剂 所以不存在再需要重复添加燃油宝的必要 在我国某些地区执行的是国务标准 这些地区的汽油品质会更优良 也是相当安全可靠的 如果再加入燃油宝不但无异还会有害 这样的发动机敲钢爆钢的几率会增压 而且尾气排放将会更加严重 无论是在正常形式还是在实验室 燃油宝宣称的可以节油的功能并不存在 经过专业的测试在加了燃油宝以后 汽车动力没有明显变化 瞬间油耗也没有减少 关于清洁油路这些功能也是因车而异 有的车在使用了燃油宝以后 气缸确实会比较干净 但是也有的车即使用了燃油宝气缸仍然比较脏 燃油宝对于正常的车辆来说 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一种东西 如果用了假冒的燃油宝 将会对发动机造成更大的损害 用了燃油宝并不会对车有什么好处 不用并没有什么坏处 所以呢你懂了吧 我们下车的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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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达